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罐子上面写着的 那其实它罐子里面呢就会装一些艺术上面的知识 那我已经抽出来一条了 那每一个每抽出来一格呢 它就会有一个艺术上面的一个知识点 那因为BBS是画医师嘛 那除了一些画医技能啊植物知识呢 自己也想给自己积累一些艺术方面的素养 那我就会去自己从这个出发点去做自我的学习 那也想把这个过程分享给大家 那这也将是我一个全新的系列 那我会把它命名为艺术冷知识系列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上面的这段画 它是说些什么 那它主要是讲那达芬奇当初在画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呢 他其实是有画耶稣脚的部分 那这幅画其实是画在一个墙上的 但是当时的人低估了他的一个艺术价值 所以呢就在这幅画的耶稣的脚的部分呢 他就开了一道门 所以就把这个脚的部分给破坏掉了 这一段话大概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这个作品 那其实最后的晚餐呢 它被很多画家都画过这个题材 但是呢最出名的呢 就是达芬奇的这个版本 而且这幅画呢 也是达芬奇的代表作之一哦 那这幅画现在目前在哪里呢 他并没有被任何一个美术馆收录 而是在意大利米兰圣玛利亚感恩教堂的一个饭厅的墙面上 那这幅画为什么在哪里呢 那要说到当时的米兰统治者Rudovico 那Rudovico成为米兰公爵之后 就看出了这个地方 他就想把这个教堂啊 重新装修成为他家族的一个领悟 那他也非常欣赏达芬奇的才华 所以呢就委托他 想在这个教堂的一面墙壁上来创作一幅画 所以便有了最后的晚餐 那这幅画中耶稣说道 和我一起吃饭的人呢 会有一个人会出卖我 那画中的尤大听到这句话 就非常的害怕 就身体又往后起 那在他的右手中啊 紧紧的拽着 他出卖耶稣后得来的那个钱 然后左手呢 要去拿食物的那个手呢 就停在空中了 那达芬奇呢 就是记录了这样一个瞬间 那这幅画呢 宽有8.8米 高呢有4.6米 那他使用的是透视法来进行创作的 那可以看到所有的平行性啊 最后的汇聚点都是会汇聚到耶稣身上 和其他画家不一样的是 达芬奇呢 他在处理这个画的时候呢 他把人物进行了分组 他是每三个人为一组 每个人呢 他都有各自的一个表情 而且特别是要注意他们的手势 每个人的手势也是不一样的 这样子的画面的一个处理呢 就感觉整个像是在一个现场中 就非常的生动 那在所有的人物中呢 可以看到只有叛徒犹大呢 他是脸部比较暗的 那因为他是背光 背对着光的 那达芬奇呢 就会运用这个色彩的变化 和光源的变化 来突出一个重点 但是呢 在这个画的桌子下面呢 他其实是有画着耶稣基督脚的 但是呢 当时有人就是在上面开了一道门 那是为什么呢 那就是要说到 达芬奇当初是为了创新一种新的壁画技术 所以呢 他就自己去研发颜料 但是呢 结果就是失败了 原因呢 又好多了 那其中一个原因呢 就是当时天气情况呢 也是比较潮湿的 而且呢 他这面墙的背后呢 就是厨房 也会有大量的湿气 所以导致了墙面很容易被腐蚀 那颜料呢 也不是非常的牢固 所以就剥落情况非常的严重 那当时的人们都觉得这一幅画已经是面目全非了 觉得是保不住了 就感觉它是已经失去艺术价值了 所以呢 就索性在这个墙面上就把饭厅和厨房给打通了 就开了一道门 这道门呢 就正好在严肃基督的脚的位置 那这幅画呢 其实有很多人都修补过它 但是当时的技术呢 非常拙练 那现代人使用了比较先见技术 把以前的那些修补啊 全都去除掉了 那也尽可能的去做了修补 但是呢 和原作相比 它的损失度还是非常的大的 好在呢 达芬奇当时有非常多的学徒 那这些学徒呢 会在达芬奇的指导下 对作品进行一个临摹 那这幅画也很幸运的被临摹到了 所以呢 我们才能看到 原来桌子底下 是画着耶稣基督的脚的 那这幅临摹板是被谁买走的呢 那在壁画完成没多久之后啊 李兰呢 他就被新的统治者给统治了 是谁呢 那就是路易十二 路易十二呢 他也非常非常喜欢这幅壁画 所以呢 他就想要把它带到法国去 但由于这个壁画很难从墙面上 剥离下来带去法国 所以呢 他就问 达芬奇来订购了一个油画板的 最后的晚餐 那专家猜测啊 这幅油画板的临摹板呢 其中的耶稣和耶稣右手边 侧着脑袋的这位门徒呢 是由达芬奇自己亲自画的 那为什么呢 那专家用X光来照这幅画 发现只有这两个人物啊 他是直接画在画布上的 是没有做草稿的 那其他的门徒呢 他都是先打了草稿再进行做画的 那这幅林某版呢 现在珍藏于比利时唐格洛首导演 03年的时候呢 有一个音乐家他指出在画面中呢 面包和人物手的位置呢 如果放在五线谱上 他就可以变成一道乐谱 那因为达芬奇呢 他是左撇子嘛 那如果从右往左 那真的是可以把这个乐谱给演奏出来的 那不知道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巧合呢 还是达芬奇他精心放在这个画里面的一个秘密呢 好啦 今天的艺术冷知识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啦 那下一期的话 我们会继续解读这个小罐子里面的艺术知识哦 那我们可以先看一下下一个知识点是什么 就是这个啦 好啦 下次见啦 那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记得关注我 给我转发留言和点赞哦 下次见拜拜